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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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把櫃子打開 就是一個 你是在私訪工作的嗎 手咱抖的呢 肥胖 今天依然还是出不了门的状态 我还是被困在这个小小的40平方的房子里 现在外面的疫情依然是不乐观 我们来问一下某些出不了门的小伙伴 他的感受是怎么样 啪啪 过来 想不想出门 想不想出门 想出去玩 啊有多想 快说 那我带你出去好不好 嗯 要不要出去 要 好的不出去 今天早上起来本来说是去监人房 但是早上起来突然下了特别大的雨 所以就放弃了 然后中午起床了 但现在 艳阳高到 马今天有一个事情就是 我现在这个桌子 我现在剪视频用的一直都是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就是刚来日本的时候就买的 因为这个桌子很便宜 所以很多留学生都买 其实是不是比较小 什么东西都装不了了现在 然后我现在要拿这个桌子拿来当工作台 显示器放在这儿 然后这里一个摄像头 下面鼠标 键盘 然后这里是麦克风 然后后面一个小音箱 它就没什么可放的了 这可以吗 这不可以 因为我会当一个专业博主 这个样子的桌子能满足我吗 它不能 所以我买了一个高级一点的工作台 现在时间是11点39分 我的工作台会在三点半到五点半的时候送到 我要跟你们说一下 今天 今天已经是25号了 我的工作台是在7号买的 过了这么久这么久这么久 它终于送到了 而且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我买工作台的那个家具店 它离我们家走路10分钟的距离 它给我送了半个月 好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需要把我桌子上的这些东西全部给卸下来 因为在日本如果要处理这个桌子的话 它是算粗大垃圾还得自己交钱 这次帮我送过来的那个家具公司呢 它可以免费帮我处理到这个桌子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桌子上的这些键盘呀 电脑啊 鼠标啊 麦克风啊 然后这些东西全部给撤走 这样它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搬走了 就这样 我们要有大工程了 我们要开裂 皮皮 你在这里作威作福 称王称霸 这个桌子马上就没得了 你没法称王了 你就享受你最后的开心时光吧 你 人家皮皮就是乖 可以随便摸 摸哪里都可以是吧 摸嘴巴 摸老口 摸爪爪 还可以摸肚子 还可以摸肚子 男嘉皮皮就是乖可以摸肚子 你看 本来说下午要去健身 但是突然又下这么大的雨 那就没法去健身了 但还是想出门 很久没出门了 去哪儿呢 嘴巴倒吧 现在是2点52 本来预订好得3点半到5点半给我送到 然后刚才打了个电话 冷先生啊 你的桌子今天给你送 5点半的时候送 看白鸭鸭 白鸭鸭在玩什么呀 在玩 今天抓虫吗 这个气球太高了 我怎么看不到啊 在这里吗 走了 不要走 嗯 现在时间是5点45 刚才打电话来说没有10分钟到 怎么办 嗨 现在桌子在盒运过来了 但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 所以我要去买饭去了 走 想吃什么呀 干燒三元 OK OK 駕駛 买菜出来这么大的雨 完了 现在雨下小了 得赶紧开溜蛋市 哎呀我操 哎呀我操 这这这这这怎么过 这鞋应该废了吧 做完了一顿菜 好的现在我们吃饭 待会吃完饭再来搞我的工作台 这是一个想咬线的猫猫 不需要去救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送来的这个桌子的主体 然后这个是1米2乘55的长度 已经比之前那个大了 之前那个的话可能只到这 然后你们看现在这上面 没有放键盘 键盘在这 所以这个桌上就可以腾出很多空间来了 就不会像之前那么乱了 这个工作台我比较喜欢的是 它带一个支架 这是一个显示器的支架 可以支在这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以一个抬头的角度 去看我的显示器 这样就不会得颈椎病 然后这个支架呢 它是可以供两个显示器用 反正它就是可以供两个显示器用 之后如果有新的显示器 我也可以放在这边 这边剪视频 这边看预览 或者这边工作 这边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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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的耳机 算是一个监听耳机吧 我是给它接上到这儿 接到这个麦克风上 让它可以听我说话的声音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头小推桌 然后这个小推桌的话 它可以放鼓机 这桌子的话它是一个升降的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还是有一个升降桌好了 就是可以站着办公 也可以坐着办公 我忘了说这个了 这是一个小音箱 然后因为我是没有大的那个音箱 我就拿这个小音箱便携的 然后也可以插在电脑上 如果我要供放的话 就可以用它来供放 这样一个工作台 就让我看起来不像一个留学生了 而像一个专业的视频制作人员 那你们说一个专业的视频制作人员 他这一套还差啥 对 没错 视频做者 怎么能够没有一个骚得不行的灯呢 所以我还专门买了一个灯 来 我们现在来开灯 做视频就是得要补光灯 至于为什么用这种环形的灯 因为我看别人都用我就买了 别人用我也用 那就没错 OK 这就是我的工作台 那么现在来测一下整体的价格 这个Blue Yeti的麦克风 这个价格在日本买的是2万2 然后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买的 大概两三年前买的 当时买的是3万日元 现在都没有什么价格了 就这些都是很便宜的货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我的工作台 桌子 小推桌 然后还有一个显示器的支架 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键盘价 总共加起来是5万8日元 它原价是7万多 但是当时我们买的时候是展示品 所以它只有这一个就很便宜卖给我们了 然后后面那个灯的话 1万3 说贵也贵 说不贵也不贵 这是一个很干的的价格 关了这个电子 其实我这个视频可以标题说 价值10万的工作台 也没骗人呢 日元10万嘛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工作台前面拍视频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吧 OK 这个就是我在我的工作台上 拍视频的样子了 哎 今天本来说想出门 但是今天又没有出门 都怪这个下雨 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 主要今天上了一下对马岛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嘛 虽然说现在是四联修嘛 但还是希望能够保证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吧 因为日本的情况现在不是特别乐观 今天又是290多个人的新增 然后前几天也有几天超过了300 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日本这个社会很怪 现在是四联修 政府一边给大家说 哎 四联修不要到处乱走 请大家在屋里边 然后呢 一边又推出了一个叫做 Go to travel 的一个优惠 促进大家到处去旅行 到底是想让人出门还是不想让人出门 很怪 应该近段时间都出不了门拍出门的Vlog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段时间 能够在家里边给大家带来一些 比较有质量的 然后比较精品的视频 之后这个工作台呢 我会拿来剪视频用 然后直播的时候也会拿这个灯来补个光 然后拍视频应该还是会在沙发那头拍 因为沙发那边有一些娃娃 然后可以装饰一下比较好看 最后边的话就是家里边空空荡荡的背景 然后也有些杂乱没有收拾过 反正怎么样 我都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好看的视频 那请大家也继续关注我 那这周因为我要安装这个工作台 所以剪视频的时间比较少 那希望下周开始呢 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频 更好的效果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冷水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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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鬼